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出现在一个小岛国和超级大国之间原本是难以想象 而一手殿下两国亲密关系基础的就是李显龙的父亲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两国最初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李光耀和历届美国领导人的友谊之上 越战就加强了他在华府眼中的威望和地位 其中李光耀奉行的独立和不结盟外交政策 令到他得到美国领导层的信任 认为新加坡是支持美国的中立者 李光耀在卸任总理之前 最后的其中一项决策就是在1990年和美国签署量解备忘录 允许美国的战机和战艦进一步使用新加坡的设施 令到美军即使是被逼撤出菲律宾的苏碧湾海军基地 仍然都能够维持到在东南亚的前沿部署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 但是一直都能够在大国之间左右奉原 和中美以及印度等国都保持能好关系 李光耀认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 但仍然希望美国介入亚洲的事务 制衡中国 确保区域平衡 李显龙也似乎延续考平衡太平洋两岸强国政策 他曾经说过 欢迎中国迅速发展 以及在区内的影响力加强 但同时亦都珍惜和美国的交流 今年的年初 美国开始每隔几个月 就在新加坡道部署用在海上巡逻 偵察和反潜任务的P8A反潜机 此据备指是针对中国 今次李显龙访美是在南海仲裁案有了裁决之后 奥巴马在李显龙访问之前说过 新加坡是哪 华府可以借此加强在东南亚的存在 而在两人会面后的记者会上 奥巴马就说 新加坡不单只考虑美方的利益 亦都和中国保持到坚实的关系 认为新加坡可以是中美的有用伙伴 确保中美关系在有成效的道路上前进 有人认为奥巴马正面评价新加坡 不得罪任何一方的做法之余 似乎都想向中方释出善意 亦都有人说 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 其实是站起美国的一边 不批评新加坡在大国博弈的时候 试图以小博大的做法 今集的新闻之夫说到此